无人机起飞在羽球场大小的展场试飞区 以八字型路线来回移动 操作过程完全自动化 机上感应器先勾勒出室内空间的3D图像 系统在判别路上有无障碍物 是不是需要绕道而行 而AI功能和无人机的融合应用不止如此 那上面这颗就是热影像的相机 它主要就是我们在巡检的时候 我们会利用热影像来判别管线上面 是不是有漏气或者是漏液 那这个影像会进到我们飞机的大脑 这个就是NVIDIA的那个迁入式的电脑 如果我有看到温度的变化 发现这边有可能有漏气的嫌疑 这个也是在AI的部分就可以去把它侦测出来 人工智慧继物联网展览 无人机国家队紧扣趋势各先声通 不仅国内的半导体大厂 场内管路巡检 比新技术所赐更加精确 桥梁结构增检也靠它抓漏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机身上面 它搭载了一个Sony的单眼相机 它透过这个高画质的照片之后 在专业的软体里面 我们可以进行分析 地震之后它会出现一些裂缝裂痕等等 我们可以去判断说 它的裂缝是因合而产生 它有没有锈屎 有没有渗水等等 影像经由系统运算 转为仿真模型 再透过AI侦测 列出所有瑕疵 基础建设维护和社会任性 尤其相关也包括通信 10架悬翼型无人机 接获指令相继升空 在大型活动中 无人机群飞 大多位的展览 如果每个个体都能化为行动基地台 他们可以办法在500架的无人机 在夜空中群飞 那实际上我们跟他们合作是利用 这样子的群飞的技术 现在可以最多群飞到12架的无人机 我们把群飞的直升机飞起来之后 每一架距离可能是1公里 2公里 形成了一个网络 厂商结合彼此优势 目标成为低轨卫星的讯号接收中继 一旦重大灾害在国内发生 能有效补上通信破口 而一旁摆出了FPV攻击型无人机 则是民进业者少有的尝试 无人机国家队也进入 海军跟陆军的监针的绝选 那这个就是有监针来配套来做FPV 这样子才可以 等于是你看到坐标了 那这个是等于是飞超手 他戴着眼镜 直接到那个目标进行攻击 军用商规无人机 依然是业界兵家必争之地 陆用型监针版样机 也在展览中亮相 可以搭配在我们陆上或是海上的垂直起降 可以在任何实地物进行垂直起降 垂直起降之后我们可以在长时间制空八小时 透过导控距离五十到一百五十公里的范围之内 那最终的范围可以远超过在光电球透视的距离范围之内 可以看到三公里之外的移动物品一套飞机最多只有三个人可以去做组装去做飞行 所以它其实可以节省很多的人力配置 协助国军部队延伸坚针的视野 这款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无人机 更标榜全机翼零件从大到小 完全落实了飞红供应链 那相关的引擎通信设备或是马达 其实都是在我们国内自己生产制造的 没有任何一点的红色供应链的制造 不过生产制造如果只仰赖内需必然反映在价格跟产量 也间接影响着后续研发 如果以军规来的话降规到民用的话 成本会降低量的话是增加 对于我们整个技术的推进是有帮助的 我们的产品也是有东南亚国家跟东北亚国家来询问 那期待能够有好的一个结果出现 当美国产官已经派代表来台评估合作可能性 我国无人机产业企图进军国际的现在 国内研发的环境和条件也是时候优化 无人机本身把机体本身拼装起来 飞上去很简单 但问题是后面的一些运用 AI的软件那些目标的辨识 或者是它的一些飞控软件 这些其实会是一个重点 那台湾目前如果我们要更进一步的话 其实有个最重要的在于说 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测试空间 跟测试的机会 因为像这种任体也好 机体也好 它的稳定性 它的安定性 都是必须不断的进行 所谓的事情错误 去是非出现问题改变 去是非改进改进 展览百家争名 产业从中找相机 也为技术升华找出问题和契机 体育别新闻 罗氏捧 叶岳福 谈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